可以说两岸的青年是我们两岸关系 两岸交流的重要的推动手 而且也应该讲说是我们的主义军 并且也是一个省力军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两岸的青年 这样子他们能够手牵手心连心 共同在一起做这样一个大合作 大交流才能够为两岸的关系 注入一个新鲜的这样一个活力 那么我们现在目前在当前 第一切切两岸的形式 变得比以往的时候来的复杂 但是我相信两岸青年的这个心是相通的 只要我们彼此有诚意 只要我们彼此能够更多的给予对方的尊重 以及对话的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 那么两岸的青年这种隔离 他们之间的这种误解会逐步的消除的 可以说这20多年来 应该讲说有大量的台湾的青年陆续来到大陆 那么同样的有许多的大陆的青年 也到台湾去求鞋去创业 从台湾带回了很多就是鲜活的 就是真实的 或者是说更有温度的台湾是什么样子 所以可能在前些年 我们经常会看到 大家会很习惯用的 一句话叫做台湾最美的风景 是人 那么就可见了 应该讲说我们大陆同胞 尤其是我们大陆的许多的台湾年轻人 无论是对于台湾的饮食文化 还是对于台湾的这种新潮的文化等等 可以说两岸之间的青年人这种交流 是没有太多的一些障碍的 并且可以说都是表达了彼此这样的善意 那么随着这些年大陆的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最早的福建广东 到我们的昆山 到上海 那么到现在目前国家西部的大开发 我们也可喜的看到 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 他们加入到我们整个的西部建设 尤其是我们乡村振兴的这项工作当中来 那么台湾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带着他们很先进的理念 他们先进的想法 还有最主要的我觉得是带着他们的热情 投入到我们这个火热的 这个乡村的振兴的 大的这样一个产业当中来 可以说到现在我们看到了 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 他们会选择到陈西 然后他们到四川 他们到成都 到重庆等等 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 有大量的青年人 其实他们已经扎根在那里 并且发展得非常好 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 主动的传播者 让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 加入到他们的地图当中来